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正在組建一個新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有評論認為特朗普擴大了共和黨的選民根基 同時改革了共和黨 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 近日刊見表示 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贏得共和黨黨內總統提名 他絕對會支持 據霍士新聞報導 多名知情人士證實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正在組建一個新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並考慮讓自己的長期政治顧問和助手 科里萊曼多夫斯基領導這個新的超級PAC 報導說 該團體包括2020年競選經理 比爾·斯體文 和布拉德·帕斯卡爾 高級顧問傑森·米勒 前白宮社交媒體總監丹斯卡維諾 以及特朗普的長子小唐納德·特朗普 去年11月大選後 特朗普立即成立了一個領導性的PAC 名為拯救美國 籌操資金數千萬美元 領導性的PAC和超級PAC有所不同 前者對可籌集的現金數有所限制 後者則被允許籌集和花費無限量的資金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卸任後仍然備受關注 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疑計劃2024年東山再起參與總統競選 坤尼皮亞克大學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 有75%的共和黨受訪者支持特朗普東山再起 《華盛頓時報》的評論員薩德納 在2月24日星期三撰文表示 特朗普仍然是無可辯駁的是共和黨的領袖 因為他擴大了共和黨的選民根基 同時改革了共和黨 薩德納在文章中寫到 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的4年期間 共和黨新增700多萬選民 選民成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比2012年期間增加了20%的拉丁裔選民 9%的非裔選民 13%的亞裔和其他族裔選民 美國俄勒江州、波特蘭等市 經歷了數月之久的左翼騷亂 令該州很多民眾感到厭倦 近日 俄勒江州有5個縣的民眾正在醞釀投票 想要脫離該州而加入共和黨主政的輪州 埃達河州 據《華盛頓時報》報導 想要脫離俄勒江州的5個縣 是貝克縣、加蘭特縣、萊克縣、 馬勒縣和謝爾曼縣 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米奇·麥康奈爾 星期四在接受霍士電視台採訪時說 如果特朗普能獲得共和黨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 絕對會支持特朗普 麥康奈爾說 我會對每一個支持我們中間偏右的共和黨人說 讓我們專注於在2022年 贏得眾議院和參議院 這個將為下一屆總統提名人 提供最好的勝利機會 無論他是誰 這個表態被認為是在壓力下公開轉向 若化他之前對特朗普的負面評價 麥康奈爾在1月19日 特朗普卸任前幾小時公開斥責 說1月6日的國會暴動案 都是因為特朗普挑動支持者 麥康奈爾的說詞 引來特朗普的公開反擊 指麥康奈爾是共和黨2020年大選失利的原因 還說 如果共和黨由麥康奈爾這樣的三流領導人 繼續掌權的話 共和黨永遠都不會再獲勝 據《國家檔案》報道 麥康奈爾將支持拜登的司法部長人選 梅里克·加蘭 而加蘭是支持反昌和安提法 報道稱 麥康奈爾毫不猶豫地 支持拜登提名的左翼激進司法部長人選 共和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 在2月26日到28日 在佛州舉行 特朗普將在2月28日星期日發表押續演說 但是 麥康奈爾就沒有收到這次保守派精英混雜的CPAC大會的邀請 狠殺基州 立以信願的共和黨人 近日還呼籲麥康奈爾 立即辭去領導職務